加拿大最近新冠状病毒疫情有恶化趋势 总理特鲁多提出警告 指出国民不要自马放松 并表示新内阁周一开始的撤退休会的讨论重点 就是如果持续针对疫情做好应对措施 特鲁多说很遗憾当学校重新开放和经济逐渐正常之际 感染人数又开始攀升 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联邦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勇士 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现在加拿大每天平均约出现633宗病例 他说这比上周高出20%以上 表明病毒疫情正在全国范围内缓慢而稳定的增长 谭勇士表示尽管长期护理院的爆发数量有所减少 但因为社会聚会多了 所以病毒开始在社区蔓延 特鲁多上周末在曼蒂克举行的反戴口罩抗议活动时说 大多数都遵循公共卫生建议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和必须做的 联邦区域经济发展部长乔丽也说 那些反对戴口罩的人数是少数 公共卫生建议非常明确 必须戴口罩 经济健康与加拿大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他说在内阁退休会上会进一步探讨疫情和经济的关系 哪些行业或人群最受冲击 政府该如何协助 现在年龄在20到29岁之间的人群确诊病例最多 超过了80岁以上的病例 特鲁多议员政府继续会有财政支持方案 国会将于9月23号复会 届时推出施政报告将会有完整计划 但目前特鲁多尚未与保守党新党领奥图尔 就施政报告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 安政城长福特也表示 相信第二波疫情正在来临 福特表示相信多伦多 皮尔区及宾顿市是最初爆发第二波疫情的地区 疫情爆发原因并非来自酒吧和14 而是省民聚会所造成的 另外他表示 检测中心的检测容量已提高 过去数天 中心的运作时间每天均已延长4小时 星期一9月14号 安大略省新增313例新冠病例 这是安省自6月7号以来 首次日增病例超过300例 中心的检测中心